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青岛公司也照样算你 迟到的冯中龙老板 不 老师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了图片的入门 本节课带来讲它的操作与进阶 有人问我说冯老师 我明天就要上讲台了 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PPT瞬间变得高大上 之前我是没有的 不过后来仔细心想 好像有耶 高大上高不就是高高在上吗 不就是天空吗 大不就是大气层吗 上就是上面呢 这么说高大上合在一起就是星空吗 对吧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好的星空图片 不就可以马上让我们的PPT瞬间变得高大上了吗 于是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 它本来这一份PPT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点寒秤 我们给它换成了星空壁纸 稍微收拾以后的时候 可以发现 你好像一下子好了不少呢 所以呢 要想快速的变得高大上 一个超级好用的办法就是找到星空图片 如果找不到星空的图片的话 用好的高清城市的建筑 它的这个图片呢也是不错的选择 学到了吧 当然了除了这样的捷径 我们呢还应该脚踏实际的学习关于图片的一些技术操作和小技巧 一起来感受一下 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难搞定的图片场景 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解决 第一个如何使用小图 我们可以采用拼装法 我们可以把图片进行不同位置的摆放 加上色块的运用制造这种大小和颜色的对比 出来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你放上去一张图 通过我们的布文运算做出很好看的形状 然后加入很多的色块进行点缀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尽量的把这个小图贴边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之前的图片放在中间之后呢 是不是觉得周围呀 周围有很多空间 如果贴边了 那给人的舒适度呢就强了很多 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把图片进行裁剪 我们来看这个原始案例 是不是觉得说平淡无奇 我们可以得到图书馆的图片把它裁剪成圆形 是不是图片虽然小 但是做出来的作品是不错的 而且呢这个是比较通用的版式 以后遇到了搞不定的图片 搞不定的画面不妨 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那情景二 我们如何来使用大图呢 我们如何使用大图后续的课程会讲到 难度比起如何使用小图要低多了 大家现在记住一条就够了 我们的大图优先选择留白部分比较多的 把字设计后放到留白区域 效果就非常的不错 当然了在运用图片的过程中 除了美观之外 还有一个小细节 是我在做PPT的过程当中发现和总结的 现在给大家分享两个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页 PPT是关于旅游的 但我猛的一看的时候呢 没有觉得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一群人在走路嘛对吧 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以后发现 好像不对劲为啥 因为我们的阅读顺序是从左往右的 所以这样的这群人好像是往回走 并不是一往无前的往前冲啊 没有探索的精神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图片进行翻转 看看现在的效果 是不是觉得会合理那么一点点呢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页PPT 是常见的人物排列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哪怕我们把图片裁成一样的大小 还是给人感觉比较杂乱 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们在进行多人的并列排版的时候呢 我们要尽量做到所有人的眼睛 都是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的 我们进行调整之后 现在看是不是好了很多呢 你可能会说老师啊 你说的这些我已经明白了很好 然后在工作中很多情况下 很多的配图啊 你是不得不用的 哪怕它很小很模糊 但你就是要啊 请问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 其实呢我们用一些小办法来补救 我们来看看这些案例 我们主要给大家运用三种方法来讲解 分别是纯色填充法 修饰法 蒙版法 一一给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纯色填充法 我们看到马云这样图很小 于是呢我们把背景色也改成了黑色 这样呢图片和PPT的背景色呢 就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我们还增加了很多的留白区域 是不是很好 那乔布斯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 但是这样的方法呢好归好 但是呢只针对于图片的背景是纯色的时候才能够使用 稍微呢有一点可惜 第二种方法呢是修饰法 我们可以把图片按照一定的距离抬好 然后加上矩形去修饰 或者是把图片裁成六边形搭配形状 是不是比刚刚的矩形又稍微的灵动了一点呢 如果大家要用到合影 可是合影真的没办法就是很模糊也不要放弃 我们可以用一些素材来进行修饰 比如说呢用到苹果电脑做成像这样的效果 这些苹果电脑啊手机等等的那些素材呢 在我们赠送的大礼包当中呢购买课程的人呢 人人都有份快点去下载打开来看一看 够用好久了一共有200张金群的图表 第三种方法呢是蒙版法 我们索性把模糊的图片进行放大 然后利用透明的蒙版进行遮盖 这个方法呢有点类似于将错就错 但是效果呢还是过得去的 以上的这些办法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大家呢能把图片找到高清的还是找到高清的版本 我们工作型的PPT不同于手机发布会这样的PPT 有一大群的团队在帮你进行精挑细选的一个 这个图片的一个准备工作对吧 那我们工作型的PPT呢只能做到因地制宜 想到好的办法去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文字和图片构成了PPT的主要内容 如果呢能够加以巧妙的 这个能够加以形状巧妙的搭配效果呢会提升不少 所以在下一堂课开始呢我会给大家来进行形状的讲解 那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文字和图片的操作呢 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消化一下 接下来呢还有格调提升篇和实战案例篇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案例和前后的对比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不少学员的情况 就是大家学到了新方法后 恨不能在同一份PPT当中呢全部都做出来 加上技能这个都没有很好很熟悉的掌握 所以做出了很多四不像的作品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知道简洁的重要性 不要把学会的技能都在同一份作品当中全部来进行操作 木星先生说呢文字的精炼来自于内心的真诚 简洁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二这个我十二万分的爱你不如简简单的说我爱你 对吧慢慢的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的进阶操作 OK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说过了 就是高大上的一个简单的做法 那别人会说老师我知道了那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可以插入smartart 插入它点击确定 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个我们取消它的组合 再取消是组合都不要了 我们留下一个形状就好了啊 我们留下一个形状就好了 这些有的没有都不要 我们留下一个其他的都不要都把它删掉 留下一个之后怎么用怎么用呢 大家看把它改成白色是吧 那白色 我们呢复制粘贴一份把它改成黑色 缩小一点按住shift的同比缩小对吧 把它放到大概这样的效果 再小一点吧 好了 我们按住这个键 我们选中这个黑白色的再按住键 选中黑色的不我运算来一个什么减除中间就漏空了 那中间这个断了怎么断了呢 我们插入一个矩形嘛对吧 选择他再选中他再减除一次中间不就断开了吗 大家发现了吗 然后你就可以这边输制了吗对吧 这就是不我运算的活学活用的做法 大家希望能够记住 关于图片的基础操作给大家做个示范啊 这个 稍等啊这个 裁剪双击他可以裁剪 还可以用不我运算来进行裁剪 这个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我跟大家赘述 图片效果双击他有个效果 你可以选择他的颜色一下变成黑白 大家看变黑白之后气质好像会好了不少 大家看黑白更好看对吧 艺术效果这边很丑很多 不要用的都激烈功能 我们一般会用到这个模糊功能 后面的课程当中会给大家讲到他的实力运用 模糊功能反而是挺好用的 背景填充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把它删了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把它放在右下角来 右键 设置背景格式 取色器 取边缘的 尽量边缘的红一点 哇 融成一体了 大家发现了吗 其实就是 才是一张图 只是你的底变成了红色 看起来像是一体的而已 这是一个障眼法 那么删除背景 也是我跟大家说的 删除背景 什么删除呢 双击科比 点击 删除背景 左上角的删除背景 紫色的都是不要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框下来 把他的这个 裤子尽量留下来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点击外面 就不见了 但是呢 这个删除背景仅仅适用于 背景颜色比较接近的 背景颜色 是比较纯的 是比较纯的 如果我们的颜色 这个背景很接近的话 那就扣不了 同时也什么头发 什么扣不了 我们得亏了 这个科比啊 它这个光头 所以我们 我们才能够把它扣干净 是吧啊 所以还如果想学的更好的话 还是要去学一下ps的操作 那压缩图片也是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老师 我的这个文档啊 太大了 100多兆我发给别人 根本发不过去 图片太高清了 我们怎么办 可以双击图片压缩 我们可以呢 把它压缩成这个150 就够了啊 屏幕 这个把仅应用于此图片 勾上之后呢 这份PP里面的每一个图片 都会慢慢进行压缩 我们点击确定 这时候呢 图片就变成一个相对来说 不那么大的一个局面 你发给别人是很方便的 好了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超级妙招 这个是我 我觉得是我独一无二的法门 你给大家讲清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图片无缝拉伸 我们看这样一张鲸鱼的图片 我们如果想把它给铺满屏幕 哎呦妈呀 铺不铺不铺满屏幕 怎么办 这边铺不满 你说直接把它这样拉伸 就一点变形是吧 鱼变形 我们还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进行 裁剪嘛 对吧 把上面下面这样裁剪掉也行 但是呢 这办法不是特别好 我跟大家讲个特别好的办法 大家看过来啊 这用在很多地方都很适用 比如说你中间不能裁对吧 这是怎么办 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怎么样 复制粘贴一份新的这个图片 给它一模一样的给它重上来 双击它裁剪 裁到大概这个位置吧 不要了 是不是这二者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其实我们看这边它这个图片就是这么一小部分 放这边 然后呢我们拖中这一小部分的东西往前面拖 可以看到你看 他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你看 哇就是这一就是这一半被我们拉伸了 但是放上来的时候是很巧妙的 无缝了对吧 这边我们一样的复制粘贴一份 然后呢放上来 给双击它裁剪它 大概这样就好了 放上来之后 其实它图片是长这个样子的对吧 我们这个时候再把它拖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样一份画面就完成完美的无缝 你看到说这里是被我们拖过了吗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而其实你看 他们是这样的图片 被我们这样 哇 放下来了 是不是觉得非常棒啊 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小密小密枣 后面我经常在用大浮流的时候 用到这个方法 我觉得特别好啊 那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 就把几个图片拼在一起 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好了 然后呢 这是一个文本框 这是一个文框 两个文框放在一起就好了 这个呢就是用不文运算的方式 来进行实现的一个操作啊 跟刚刚那个这个一样呢 就是插入一个形状 插入一个smartart的形状 我一般会用这个形状会比较好 smartart的把它取消组合 留下这个形状 那这老师为什么陛杂形状是这样子 这就跟大家说到一个关键点了 这就跟大家说到一个关键点了 比如说我们做到smart 做一个图形的时候呢 有个例子随便举杯来 所以呢 我这个行状状后放这里 会录出来这些地方怎么办 在播放的时候呢 录出来的地方是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采用形状的方式 把它选中再选中 进行什么裁剪 把外面的材料 所以这边其实它也都是一个 六边形的 只是被我们用这种方式给它裁掉罢了 我这个人是个处女座 对吧 容不得有一丝东西溢出来 我觉得就是难受 又不是做动画 对吧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又不合运算 做出一个圆形 然后加入一个红色的这个色块 二者融在一起 这背后也是一张图 我们加入的白色的蒙版 所以你看看蒙版的使用是大 透明度的使用是大规模在运用的 这个跟大家讲的是 怎么让它掉个个头呢 我们双击它旋转当中呢 旋转当中有个什么水平翻转 你看就翻过来了 还可以垂直呢 就反一边了 是不是 这样就感觉它在进取 是不是很棒啊 这也是一样的 用smartart的这个形状 多次用到这个形状了 进行香蕉 然后一个个的把它这个一个个的把它叠起来 排版 是不是比我们平时那种图片 一张一张的乱放 要显得稍微的好一点点 对吧 这边呢 就是一个图片把它给它放到电脑上 这个难度应该很小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 把图片放大 放大之后呢 甚至可以再给它进行模糊 加上我们的蒙版 加上我们的蒙版 把质疑放 感觉呢 也是比较精致的 大家说对不对啊 它可以有效的规避我们的一些不足 然后呢 甚至可以什么呀 因地制宜把它做得更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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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